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3年6月8日星期四 周幸彤在2021年六四悼念晚会 遭警方禁止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2021年 现在是2023年 2021年当时已经不准在维园悼念六四 周幸彤被控煽动人去铜锣湾维园参加烛光晚会 起初原审是有罪的 后来上诉审理的法官张慧玲 判周幸彤上诉得值 撤销定罪和罚款 中院今天6月8日进行聆讯 因为律政司说要上诉 中审法院今天进行聆讯 批准律政司就两项重大法律争议上诉 并且定于11月22日正式审理 中审法院可以觉得他没有理据 现在批准了 重大的法律争议在哪里呢? 第一 这边是律政司那边说的 在涉及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控罪刑事审讯中 被告人是不是可以挑战警方禁止集会的决定 以及可不可以以此作为辩护理由 即使是公众集会和游行上诉委员会 已经裁定维持警方的决定 这个我稍后会慢慢解释 首先就是上一次 而周幸彤上诉就是因为挑战警方禁制令 说他不合法 现在律政司上诉就是 可不可以的 即是说辩护人可不可以去挑战警方禁止集会的决定 的合法性呢?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他说若然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 即是说是可以的话 他说法庭对于被告人挑战警方和上诉委员会决定的合法性 是应该如何处理呢? 他说这两方面的法律争议 就希望终审法院可以给一个裁决出来 整件事是怎样的呢? 刚才说了 2021年当时6月4日 警方不批准集会 以什么为由呢? 防疫 就说是疫情的原因 但其实当时疫情已经舒缓了 当时仍然是支联会副主席的周幸彤被指在社交媒体和报章 法文夫与市民参与聚会 原审法官判周幸彤有罪 叫陈慧敏 陈慧敏就说 你不听警方 其实他的判案很简单的 他简单来说 警方已经下了禁制令 那你就不行了 上诉委员会又同意警方的决定 所以你不行了 你没理由挑战警方的禁制令 稍后我先解释 周幸彤在整个过程辩护的过程 是如何挑战警方的决定呢? 但是后来上诉的时候 那上诉法官张慧玲就觉得 喂!你有判案啊! 好了 但是陈慧敏就觉得他没有判案 于是判周幸彤入陆15个月 当中有10个月和另一个案件同期执行 而周幸彤不服上诉 经聆讯之后 刚才说的法官张慧玲就判他得席 但是现在周幸彤当然仍然在家里 为什么呢? 不只是因为上诉去终审法院 而是他还有另一宗更加严重的案件 就是支联会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实周幸彤六四这事件 他上诉得席的时候 他已经坐满了牢了 坐满了牢了 现在就算终审法院说周幸彤你有罪 其实他已经坐满了 这个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呢? 以前老实说 你作为一个政府 一个告人的部门 你要去告人的时候 当然你会觉得值得告 那个人也真的犯了法 第二个考虑就是有关 究竟要使用公帑 达至一个如何公义呢? 现在周幸彤其实 在原审判他有罪的时候 他已经坐满了 好了 好了 但是这样 这个律政司仍然要咬住不放 好了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 所以一定要上诉到终审法院 我们看看张慧玲这位法官 那时候为什么判周幸彤上诉得值呢? 他归纳上诉方争议有三点 上诉方就是周幸彤那边有三点 分别就是 他说原审法官是错误裁定上诉人 是不可以在刑事审讯中 质疑警方的禁止令 是否犯法? 他说原审法官是说 你不可以质疑 张慧玲就说你是可以质疑 好了 第二 他说原审是没有恰当考虑上诉人 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可以构成合理的辩解 也没有充分考虑禁止令 不相称地限制上诉人的 基本权利 第三点他说原审法官错误裁定 涉案文章构成善惑 和上诉人有善惑的意图 好了 第三点我不说了 主要是说 头两点是什么呢? 其实周幸彤在原审的时候 一直质疑是什么呢? 他说 其实当我们申请六四集会的时候 当时疫情已经缓和 你警方仍然是以疫情的原因 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原因呢? 质疑一样 第二 就说 其实即使疫情仍然存在 但是 是不是需要禁止集会呢? 警方的禁令是属于不相称的 为什么呢? 警方完全没有给选择 就是说简单来说 你可以限制人数 什么 完全警方不作出相关的这种讨论 和支联会 所以 警方这种禁止令是非法的 根据周幸彤 为什么呢? 因为 根据公安条例第九 括弧四条列明 如果可以私家集会条件 达到相同目的 便不可禁止集会 法官就认为 警方只有在其他措施及条件 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禁止集会 但是警方没有这么做 在整个禁止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做过一些提出其他措施或者条件 给主办方 警方说以公共卫生为由 去发出禁止令 涉及风险是新冠病毒传播 故全面禁止集会 警方没有提出措施 比如 刚才我说了 这个有点重复 比如 限制入场时段 限制入场人数 或者是否需要用安心出行 配戴口罩等等这些条件 一些防疫条件 警方完全没有提出 法官就认为 没有证据显示警方有按照公安条例 履行主动责任 考虑有没有其他可行措施 容许或者便利集会进行 只是质疑支联会能不能做到 故此 控方未能够确立禁止令的合法性 故裁定上诉方挑战成功 上诉得值 好了 喂 其实 我当时 其实这个内容我曾经说过 我当时觉得 喂 我不是因为他判周幸彤无罪 我觉得 这个符合我的心意 而是在整个判词的过程当中 令我觉得是什么 回复所谓的普通法的精神 回复我们香港人有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是回复这件事 警方应该是协助游行的进行 而不是集会的进行 而不是去禁止它 整个公安条例 其实是要求警方要做到这件事 你的禁止令不是随便发出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么合理的判决 不是的 现在律政司说要挑战 他挑战是什么 挑战就是 你可不可以质疑警方的禁止令 是这一点 上诉法官已经说你可以质疑 如果警方的行为是不合理地 去限制了你的集会自由的时候 你是可以质疑的 在法庭上 好了 我们就看看终审法院会怎么判 在于老徐来说 我已经觉得张慧玲的判决 是非常合情合理 完全符合我们对普通法的精神 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这么想法的 好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两条新闻 请大家多些支持我的频道 透过CLASS 留言、赞、订阅、分享、订阅 另外也请PATREON的会员留意一下 进一进去 看看你还能进去 好吗 因为逢亲月初 都会有一些会员的流失 如果你是继续想支持老徐的话 就查一查PAYMENT 会不会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呢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做什么 把白的改成黑 把原告改成被告 大人 怎可以被告变原告 原告变被告 就行了 大人 我三头为官知道 官征是靠屈子 但这个你明明误得太过分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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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狡于不知 好吗 것은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